后边是投标报价策略 很早很早以前 应该2007年 当时还考过 这个现在报价策略 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为什么 现在你是这个所谓策略 你都是什么呢 小聪明 人家建设单位也知道 就利用你这个策略 最后呢 给你整个自个绕里边 什么从投标全过程分析 主要有生存型 竞争型 盈利型 好 这个说的还客观 什么先亏后盈 怎么能先亏后盈 现在别这么做了 好 对于最常用的投标技巧 是不平衡报价法 别玩这个 考试可以写 实际中 这个不平衡报价 别轻易去做 现在啊 据说有这样的建设单位 好 你不是不平衡报价吗 好了 你有不这么做的 有这么做的 你不平衡报价 做一个工程 说我挖土方 刚开始进城 我把价报得高高的 好了 报得高高的之后 后边总价你不能也高高的吧 这么中标 后面我报得低一点 结果呢 他说 好吧 这个土石方 对不起 不是你的 你后边报的价格低的 才是给你做的 当然啊 这种情况啊 不是这么直接 但是这雷同的这种事实出现过 别给自己绕里边 所以说 该如何就如何 现在啊 这种所谓的这些 所谓策略技巧 已经渐渐的行不通了 考试归考试 咱们话又说回来 考试可不可以写 可以 实际别这么去做了 呃 标书的制作已递交啊 这个制作呢 这个主要是在投标前啊 这一系列内容 呃 这个考试呢 在早年间建筑专业 反反复复的考核 但是现在这个点已经好像被考烂了 但是好在市政还是没有考过 有这种出息的可能啊 这个投标文件打印复制后 由我们投标的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盖单位章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实际上按照我们什么呢 按照人家的呃 招标文件的要求啊 让你法人签字 法人就得签字 让你法人签字 然后呢 委托人再签字 还要盖章啊 你就都给做上 啊 这个按这里边啊 签字或盖章具体要求件 我们的整个投标人啊 须知前面的副表都包括什么什么啊 这个一定注意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市政公用工程 造价管理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造价管理是分为三部分 我们说过 这个造价是我们这本书当中性价比比较低的 我们以近啊 十年或者说从08年之后叫考试进入新纪元 因为08年之后咱们的这个考试是那年挺好 奥运那年挺好 挺好之后 从2009 10到我们的一直2021 13年 这13年下来我们造价到底考试考过几次 注意三次 分别2011年 2012年 2015年 只有在2011年考过一次计算 你没有听错 建筑专业几乎年年要考造价计算 我们市政不考 我们市政考试只有在2011年的意见 考了一个造价计算 然后就是2012年和2015年 考的是什么呢 关于造价当中的文字描述部分 后来从2016年到2021年 这六年间啊 他就再也没有进行造价的考试 也然后有人就提出质疑 不对吧 难道你就没考过吗 然后我们有造价工程师表示不服 翻开市政的试卷 后来对我提出了这个说的话 提出批评 说胡老师你说的不对啊 市政造价考的也很频繁 我说何以见得 他说你应该知道 造价呢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叫计价 一部分叫计量 如果你把它都称之为计价 但是依据我们图纸去算量 这可以归结为计量部分 那计量你们是经常考核 如果这样去较真的说 我们市政好像也考造价的知识 但是考的是什么呢 实图算量 这么一想哦 我们的确是考啊 其实那叫技术部分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对于造价我们教材当中的内容 几乎是不怎么涉及 尤其是教材前两部分 设计概算的应用 从来没出过题 施工图预算应该叫能出题 但是也没出过 这两部分内容 大家就别去管了 连选择题都不出的 这么多年下来都不出 给它弱化 那么在我们这里边 真正的需要投入一点时间精力的 是工程量清单技价的应用 因为考试 考多次选择题出在这儿 2015年和2012年的文字类出在这儿 其实严格来说 现在的真正造价 考什么呢 考工程量清单技价的一些规定 都是在这一节当中体现的 对于工程量清单 我们教材上呢 还是在沿用着什么呢 咱们的整个啊 一三清单 那么工程量清单 应该采用综合单价进行计价 大家知道啊 综合单价 这里边人才及管理 呃 措施项目中的什么呢 安全文明施工费 啊 这个是什么呢 不得作为竞争性的费用 有人说这我知道 还有呢 清单技价规范规定 工程造价应该由哪几地钱组成 五个 哪五个呢 分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规费 税金 这五部分组成 这个在计算题当中 咱们得知道 那么综合单价啊 综合单价 这里边 人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具 使用费 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人才及管理 后边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但是 如果是文字类 你写他 如果是真正的考计算 这风险费会不会出现 不会 考试不 任何一个专业 风险的费用 不会在综合单价当中体现出来 这是文字的考点 而不是计算的这个考点 另外一个 作为经济当中的最常识的内容 就是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 标明的工程量 是投标人 投标报价的时候 共同基础 大家都按这个基础来 但是这个真正的 是不是这么多 不一定 所以 竣工结算的工程量 按照发包 承包 双方 在合同中约定 应预与一两 且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定 人家说了 我这个现在有的 说一百方 为了好算 但实际呢 有可能八百方 真的是这种 好 他所以呢 在实际的时候呢 计量 按实际完成工程量 另外呢 这个措施项目清单这儿 措施项目清单 有的是可以计算工程量的 比如说模板呢 脚手架呀 这些可以计算工程量的 他就按照分部分项 工程量清单方式 采用综合担架 进行计算 啊 计价 其余的 你就按项 夜间施工啊 等等 那这按下 那这按下就可以 关于文明施工费 前面说了不能用于竞争性的费用 那么 归费跟税金呢 也是不能用于竞争性费用 这些 以前是经常考一考 选择题的 那么 那么真正的 有作用的 出过案例的 是这个支点 就工程量清单 计价及应用 说工程实施阶段 啊 一定记住 工程实施阶段 这里边是重点 施工中进行工程计量 当发现招标工程量清单中 出现缺项 工程量偏差 或者因为工程变更引出 工程量增减 应按照承包人 在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 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算 重复说的 好 这一条 应该说是 所有的专业加在一起 就建造师 造架师 啊 等等 加在一起 这句话考核得有几十次了 因工程量清单漏相 或非承包人原因 造成工程变更 造成增加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 其对应综合参加 按下列方法确定 这句话就是 你熟的不能再熟的 合同中已有适用综合参加 按合同中已有适用综合参加 确定 合同中有类似的 就没有适用的 但有类似的 你可以叫 参照类似的 工程单价确定 还有一种情况 合同中没有适用 也没有类似综合单价 怎么办呢 由承包人提出综合单价 经发布人确认后执行 这说的 其实不严谨 与我们一番清单 其实这有一点差距 好在差距在后边 他给弥补了 第五呢 其实跟综合单价原理是一样 这是指的措施费 分布飞向 工程量清单 缺项漏象 非承包人原因 造成工程变更的 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了 造成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方案变更 原措施费中 已有的措施项目 按原来 已有的组成 原措施费中 没有的这个措施项目 怎么办呢 也是承包人 根据我们 整个措施项目变更 情况提出 适当的措施费的变更 经发布人确认后调整 跟这 中和单价是一样 措施项目 原来这要有 你也按已有的 如果没有 你适当提出 措施的变化 但是别在这 黑人家 发包人 这是什么 第四条 第五条 给我们现在的 一餐清单 有一点不一样 哪一点不一样呢 你注意变化的量 都是受第六条制约 什么呢 非承包人原因 引起的工程量增减 该项工程量变化 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内的 执行原有综合单价 这量啊 变化别太多 该项工程量变化 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外的 其综合单价 及措施费 应预计调整 什么意思啊 土方 原来说一千方吧 现在八千方 注意啊 你一千方 说我一方土一百块钱 比如说啊 我们一方土一百块钱 我可以 但是八千方 你就赚大了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量多了 你呢 担价给我 适当的要降低一点 说原来一千方 现在啊 说只有五百方了 那我这些啊 机械设备都来了 我也把城管 市值容都打点好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让我运走五百方啊 那我不白打点了吗 我的成本等于高了 好 那一方土就不是按来 原来一百 单价给提高 这个在出案例的时候 一定注意啊 它都会有啊 都会有相应的 如果出案例题 都会告诉你 这个具体的变化额 如果没有啊 注意啊 咱们呢 考试按照清单 但市政 它绝不会不出现 你比如二县 曾经在2014年 出过这样的题 一个道路工程啊 穿过农田水塘 需要借土回田 还有抛尸几余 合同 呃工程量呢 采用清单计价 合同约定分布 分享工程量增加 或减少幅度 在多长的百分之十五以内 执行原有综合单价 如果工程量增幅 大于百分之十五十 超突部分 按原综合单价的零点九倍计算 工程量减幅 大于百分之十五十 减少后剩余部分 按原综合单价的一点一倍计算 好 这就是考试的一个 模板式的题目 我们其他专业经常出 谁都占过这个便宜 就是市政没有占过 市政二件都享受过这种题目的红利 这种题目可以这么说 但凡你准备参加考试 这种题你就不可能做错 那么公路出过 基建出过 建筑经常出过 那这种题市政二件也出 你这种题你说能不会吗 综合单价 啊 借赌维天二十一元美丽方 抛十几余七十六元美丽方 清单 借赌维天本来是两万五千方 实际完成三万方 抛十几余本来准备完成一万六千方 实际完成了一万两千八百方 好 那么问题分别让你计算 事件三借赌维天和抛十几余的费用 这里边 模板式的回答 首先不是超出百分之十五以内执行原有综合单价吗 那你就两万五乘以1.15 原来的量的1.15倍是多少 两万八千七百五十 那实际完成多少 三万 三万减去两万八千七百五得一千二百五十方 那么这个原来的两万八千七百五之方 是不是执行原综合单价呀 那么剩余这部分呢 原综合单价0.9倍 把两者一相加 这叫什么呢 借土回天的费用 抛十几余呢 抛十几余也是要看一看 它减少了 它的零件八五是多少 是一万三千六百 我们呢 一万两千八百 比它的原综合单原工程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少 干什么呀 全部执行新的综合单价 这种题各个专业都在出 也许在二零二年 大家觉得我们市政的考生太不容易了 这种福利题也给我们市政出一道吧 当然在造价的题目 我们二零二一年二件 也是第二次考核 这一次呢 它考的这个题相当于我们二零一一年一件考的 二零一年一件考的这个题 是关于钢金四月五月六月 而二零二一年 它考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个三月份 是我们的钢金混凝土和木材 在一个月发生的 这是一种类型的题 某公司承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工程 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如下 这个主要材料的市场价格浮动在基准价格的正负百分之五以内 不许调整超过正负百分之五对超出部分 按月进行调整 这主要材料价格以当地 造价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价格为准 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好 这里边三月份发布的信息价啊 材料用量 然后呢 告诉你钢台混凝土和食材 注意啊 整个用量一千吨 一千吨 五千方 一千二百方 基准价 钢台四千六 商混五百 木材一千五百九 然后看我们的材料当月的信息价 钢台是降价了 混凝土是涨价了 木材也涨价了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他问的是什么呢 让你计算一下啊 这表二中 工程材料价格调整总额 那怎么调整呢 正负百分之五以内 你就不用调 也就是说小浮动 你施工单位承担 涨价了你吃点亏 降价了你占点便宜 啊 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作为建设单位 承担的是无限风险 商混从五百涨到五千 没问题 你只需要是涨那个五百的 百分之五啊 也就是多少呢 二十五块钱 涨跌啊 你承担 超出部分没问题 建设单位承担 当然商混从五百 现在啊 过剩了 还变成五十了啊 注意好事 不能都你占 你占是有限的便宜 好事得让人家建设单位占 那这个就可以了 咱们注意啊 需要做的第一个判断 他需要不需要调整项 那怎么判断 永远记住 用信息架 减去基准项 减完了之后 除以我们的基准项 这个时候 如果你得出来是负的啊 乘以百分百啊 得出是负的 给我们负的百分之五 比他比之大还是小 如果小于比负的百分之五还小 现在负的百分之八点七 百分之八点七 是不是比负的百分之五小啊 比他小 那证明什么呢 调价 如果算出来啊 咱们信息架减基准价 除以基准价乘以百分百 比正的百分之五还要大 那也要调 在这两个之外 只不过调整调减 那么这里边 如果在这正负百分之五之间啊 这个叫不调 现在一看 哦 你降价多了 那得调 注意啊 因为是什么 因为是降价 所以原来计算的基准价 就应该高 基准价 是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这个整个的百分之九十五 注意啊 这段是以自己占这便宜 那你就是四千六乘以的零点九五 乘完了之后 减去我们现在的信息价 这个价差将来要归人家建设单位 所以减去我们的信息价 因为降价了 乘以我们的工程量 得啊 十七万 这个时候呢 这钱啊 注意啊 将来你要给人家建设单位 因为你要来 你多要了 伤混啊 也是这样啊 我们信息价 减去基准价 除以我们的基准价乘以百分百 得百分之十六 大于百分之五 调 这么调 那我们现在是涨价了 涨价之后 一定要注意 涨价就是用我们信息价减去基准价的 一点零五 因为你涨只能是百分之五你承担 那也就是说五百的乘以一点零五 这个减完这个数乘以工程量 好 二十七万五千 那木材呢 也是这样一算 算完之后 哎 百分之二点五二 注意这个数在正负百分之五之间不调 那人家要算的是调整总额 怎么办呢 把我们的两个数 一个是调整 一个是调减 一合并 好 这个就完成了 这要跟建设单位多要 我们十万零五千块钱 这种题 其实我们一见在二零一年出过 十多年了 说再出一下呢 呃 应该说概率不是特别高 但是咱们把这些题拿过来稍作熟悉一下 还有一个知识点 是他虽然在造价当中 但是这个点考试应该在索赔这进行考核 不可抗议 因不可抗议事件导致的费用 发报方承报方双方按以下原则分担 并调整工程价款 这个是考的什么样 考索赔能考到 工程本身的损害 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及运制施工现场用于施工的材料和带安装的设备损害 发报人承担 好 这里边啊 对于发报人承报人各自人员的伤亡 有所在单位负责 承担相应费用 真正的承报人的啊 需要承担一个是因不可抗议造成人员伤亡的 你应该承担 一个承报人施工机械设备损失损坏 停工损失 承报人自己承担 其余的都是发报方承担 你可以看得出来 承报人人啊 真正的发生了在不可抗议当中 人员伤亡 你自己承担 施工机械设备损坏 停工损失 你自己承担 后面一看啊 基本上都是我们发报人承担的 停工期间 承报人应发报人要求留在施工现场的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的费用由发报人承担 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由发报人承担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我们总是有人在这叫制造焦虑 什么叫制造焦虑 非要找这个争议点 但是我们市政考试不可抗力还没考过 别的专业考不考这争议咱们不去管它 但是市政专业在这儿 这个所谓的争议点 你给它一定弱化 咱们不会考到那个很具有争议的这个知识点 咱们都会考得非常清晰明了的 如果索赔在考试 有可能遇到不可抗力 遇到这种不可抗力的这个知识点 咱们考核 考得非常清晰的 当时呢 2020年考了一个多选 说关于因不可抗力导致相关费用调整说法正确的 这个考试一定注意啊 他说正确的错误的都做不都能够做对 最让我们难受的是他有的是说不正确的 这个你要注意啊 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是属于还是不属于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题呢 刚刚说完 应该说这没有什么难度可言啊 这里边呢 我们的第一个工程本身损害 发包人承担 这没什么说的 承包人 人人员伤亡所产生的费用 发包人承担 这怎么都是发包人承担呢 这肯定不对啊 后边承包人停工损失 啊 有承包人承担 后边运至施工现场 带安装的设备损害 这发包人承担 还有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 由我们发包人承担 好了 呃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主要的是这个B选项 不对 剩下的A C D E 给你个图 可能命题人也是这么认为 说 哎 我让你看图 实图计算 也是我们考造价的一种 如果要这样看 我们就释然了 总之啊 咱们的招图标 其实属于考点 但是未必考我们教材 而我们造价 有的是 他可能我们命题人 认为你看图 算工程量 也是属于 咱们造价的一种 如果这样看啊 咱们就是 更要对教材这种地方 不要投入太多的精力 但是咱们提示的这些点 还是应该注意一些